每次洗完头发都会发现地上有好多的头发,每天早上起来,一看枕头上,就有掉落的头发,看得自己都心疼,该如何重新拥有一头乌黑浓密绣发? 专家,脱发的又也有这些,你中招了吗? 一,不化头颅,一头皮比脸部肌肤更需要呵护,头皮的皮质分泌量,几乎是脸部的二倍多。 二,相比脸部肌肤,头皮更薄更敏感。 三,如果你长时间以一种暴行出现,例如中分,那你中间的头路会越来越宽,发量也会越发稀少。 二,通宵工作已经长长时间使用电脑。 一,由于熬夜或者通宵会造成生物中紊乱,使人的神经系统和肠外难以承受,进而造成严重肾虚,导致脱暴。 二,长期使用电脑,注意力集中会使大脑兴奋性持续,改。 三,与头发生长相关的内分泌功能发型紊乱,皮质线分泌旺色毛囊,头发营养功应出现障碍,容易发生短发,脱发。 三,压力大。 一,在精神压力的作用下,植物神经或中枢神经机能发生错乱。 二,毛脑毛乳头发生大改变和营养不良,从而导致毛发进入休止期而出现脱发。 中一专家,想生发。 三位中药泡水喝,发量一天比一千多,白饭没了。 一,当归十五克加党参,十五克加桑叶六克。 作用,脂肪不该养肾,滋阴清热,不吸养血,除了可以防止头发掉落之外,还对于气血两须所致的头热发败,面色苍败,四肢乏力,心肌失眠,皮肤干燥等真容很好的疗效。 方法,上述药才严成粗末,置入保温杯中,再冲入了一千毫升左右被水,加盖冲泡三十分钟,待茶饮,循环加水至未断即可。 健康分享,单靠一两味中药,很难从根上解决脱发。 白饭问题,可以使用传统中医飞鸣方中,鱼鱼溶液,此方有何手务,当归物,枸杞果,立肠叶,侧半叶,移椅子,骨生根,姜根等十余种中草药组成。 中医专家,在药物的同时可以配合食疗。 一,龙眼嘉然参加瘦兽。 一,龙眼肉二十克。 人身六克,枸杞子十五克,瘦猪肉一百五十克。 二,猪肉剪净切块,龙眼肉,枸杞子洗净,人身浸润后切薄片。 三,放入炖中内,加水适量,以温火隔水炖至肉熟,即可食用。 四,适于妇女产后细血亏虚,引起脱发者食用。 二,茯林加百合。 一,茯林十克,加少许百合。 莲子,食莲肉和兔丝子各五克,小米五十克,加适量水,小火慢煮成粥。 二,经常使用可以滋补肾阴,健皮,适用鱼皮是粘虚的脱发者。 三,此方法有一定的药性。 不要每天每顿豆吃,最好间隔食用。 三,女产子加兔丝子加核桃肉。 要取收猪肉一百二十克,女产子二十克,兔丝子二十克,腹盆子二十克,核桃肉十二克。 洗净后加水八碗包制出味。 二,加入少量姜盐,去扎,即可饮用。 生活中这些小秘诀也要学学,防脱生发好包手。 一,保持头发的清洁,选用对头皮和头发不刺激性的洗发剂。 洗头的水不宜太热或太冷,洗头的间隔,最好是二至五天,洗发的同时,去边缩边按摩。 二,按摩头皮,每日睡觉前和次日起床后,将双手食指插入发内,从前额巾头顶到后脑揉搓头皮,每次两分钟至四分钟。 经常按摩头皮,可感受头皮营养,调节皮质分泌,促进头皮血液循环,增进植物的新陈代谢。 梳头用黄瑶木梳或朱松头刷,既能去除头线,增加头发光泽,又能按摩头皮。 促进血液循环。 三,烫发吹风要慎重。 吹风机吹出的温度高会破坏毛发组织,损伤头皮,因此要避免吹热风。 烫发液对头发的影响较大,要减少烫发次数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